欢迎来到news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杨子张艺兴虽然成功辟谣,但我却客风了,两人相处太像偶像剧了吧? 我们都知道,张艺兴和杨子在年后就开始撰起了绯闻, 由于之前的真瓜都太过劲爆,所以大家一度以为杨子和张艺兴的恋情是真的, 连杜华多点赞了他们的恋情瓜。没想到,就在两人的恋情瓜满天飞的时候, 两人在《向往的生活》第5季中来了一场教科舒适的辟谣之后, 网友们却一改往常呼吁大家之关注作品的态度,刻起了CP。 毕竟归国顶流男艺人与国民顶流女童星的恋爱,想想就很甜啊。 而且在综艺节目中,两人之间的互动实在是很有爱。 比如,杨子学雷茶时,张艺兴在一旁轻拍他的肩膀,表情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 又比如,张艺兴说自己会开拖拉机,然后说想要带杨子上去体验一下, 两人一起坐在拖拉机上,杨子因为拖拉机的突然加速身体向前轻了一些,张艺兴则提醒让他小心一点。 开拖拉机时,张艺兴明显有一种想要显摆耍帅的意思,没想到帅不过三秒,拖拉机却熄火了,逗得杨子笑弯了腰。 不得不说,两人之间的互动简直就像一部行走的偶像剧啊。 不仅如此,两人在B站的CP视频三天的播放量,就破了百万,还挂了两天的热门。 看来两人的CP粉不止我一个。 不过,杨子在录完节目时,应节目组的要求给了张艺兴一个评价,觉得张艺兴非常的憨厚。 一般来说,女人对一个男生有好感,基本上不会用憨厚评价他,反而会用一些帅气、可爱、或者聪明这些夸人的词,而憨厚二字听起来倒不像是夸人的样子。 当然,也许是为了避嫌,杨子选择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我相信他是很欣赏张艺兴的,不然之前怎么会去看张艺兴的演唱会呢? 杨子连线电视节目,却无意曝光原相机下真实模样,确定他是27岁。 杨子,这位女演员想必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了吧? 从当初《亲爱的热爱》的播出之后,杨子立马就成为了观众心目中全能型演员,毕竟谁能想到一个27岁女演员全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而且角色完全没有违和感。 说实话杨子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其实一点都不出奇。 在《亲爱的热爱》的节目中,杨子扮演童年,这个角色让杨子实力女演员的称号更加牢固。 眼神动作也好,台词也罢,其实可以看出杨子的业务能力超级强。 然而,让人很好奇的是,为啥杨子能够演啥像啥? 难道杨子是天赋异柄? 其实吧,在近期杨子就连线了电视节目,而且在节目中杨子就爆出自己在疫情期间带在家都是会牢记台词以及翻看原著小说,看来这杨子演技如此精湛,其实这完全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然而,在杨子连线电视节目,却无意曝光原相机下真实模样,确定他是27岁。 大家都是很清楚,电视节目一向被说照妖镜,毕竟节目不会给节目添加滤镜,毕竟时事求的原则会贯穿每一个节目。 而这回电视节目也不例外了,因此在杨子连线节目的时候,杨子就似乎素颜出镜,并且还是原相机直接录制,看来杨子对于自己的颜值很有自信。 而将镜头放大,杨子对自己颜值自信也不是没有理由,毕竟在原相机的录制下,杨子的脸蛋很精致,丝毫没有传言杨子脸垮的迹象,看来谣言都是无中生有的。 另外,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撕下杨子的颜值也太绝了,一个刘海就让他美出了新高度。 另外,在原相机下杨子五官不但显小,而且颜值还很减零呢? 要知道,杨子已经27岁了,肌肤状态和出道时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但似乎岁月对杨子很宽容,毕竟他满脸的胶原蛋白十分明显,一看就是颜值巅峰。 而且杨子的大眼睛也依旧是那么炯炯有神,如此肤白纯红的俏家人模样,这到底谁能扛得住呀? 真不是小边吹,杨子原相机下的真实模样,其实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是27岁,反而更像是20岁出头的小姑娘。 加上她气质超级温柔,在暖洋洋灯光的照射下,杨子哪里像是27岁的女艺人? 只不过到底是原相机拍摄,因此杨子脸上的黑眼圈还是有些浓重,但这点小瑕疵根本就是无伤大雅,反而显得杨子颜值更加真实。 说实话,大家都说电视节目会是照妖镜,但是此刻看看杨子原相机下的模样,这妥妥就是白雪公主的魔镜,美到让人心动不已。 杨子连线电视节目,却无意曝光原相机下真实模样。 赵丽颖才是紧密第一人选。 看到定装照后,比杨子美太多。 提起紧密这个角色大家一定能想到《香蜜沉沉浸如霜》这部电视剧。 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杨子非常好看的一部代表作。 这部电视剧是由杨子、邓伦、罗云熙等人合力主演的,剧情非常的精彩,很多人都喜欢看。 相信杨子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家有儿女》,这部电视剧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喜欢看。 《家有儿女》这部剧算得上情景剧中非常经典了一部了,至今为止,很多剧都无法超越。 杨子在《家有儿女》播出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什么作品,直到后来《香蜜沉沉浸如霜》这部电视剧的播出,让大家又看到了杨子的演技。 杨子在剧中饰演的紧密,人设虽然不是太好。 但是不得不说,紧密把他出演得非常精彩。 大家都觉得除了杨子以外,可能再也没有人能够驾驭紧密这个角色了。 其实除了杨子以外,还是有人可以驾驭这个角色的。 这个人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他就是赵丽颖。 赵丽颖不管是在颜值还是在演技上都丝毫不输杨子。 赵丽颖这几年作品也是非常多的,他的作品收视率也都非常的不错。 当赵丽颖换上紧密装扮后,比杨子饰演的紧密还要让人惊艳。 不知道你认为谁饰演的紧密更让你满意呢? 赵丽颖才是紧密第一人选。 看到定装赵后,比杨子美太多。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